再来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像e-day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特别是在2003以前的版本 它没有内建 必须要用争议级的方式加进来 特别是在2003 2003以后的版本已经内建了 这个函数的话主要是解决什么 主要是解决月份的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奥运的日期 改一下2021好了 其实日期没关系 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日期 如果奥运当天是哪一天 当然我就等于什么 直接就这一天赢过来 那就是这一天 奥运的后三个月 后三个月 那就是什么 看这十月 十月后是三 问题的话 我要怎么样产生三个月之后的资料 三个月 其实当然最简单的 如果你要计算 那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你只能用什么 用这个Date 但Date很麻烦 Date要怎么做 先把这个日期 但如果你这个日期过来的话 只能连 所以你要用外面包个义耳 把它刮回 那就是取这个日期的义耳 那这个日期的Mence 所以很麻烦 因为必须怎么样 需要Date 义耳Mence 加一个Date OK 然后这边的话 再Date 然后再怎么样 把这个日期带过来 那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就是在Mence 义耳Mence 加上3 那如果前三个月就减3 OK 特别说 所以 假设你要做日期的计算的话 那你可能用这个方法 但是 因为这个方法真的太麻烦了 你必须Date YearMence Date 然后再计算 OK 每次 但其实也还好 因为至少可以解决问题 最怕是说 你没有这种概念 有些同学 连这种概念都没有 那怎么计算 OK 好 但是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按确定 计算出来 没错 可是 所以因为很麻烦 所以 在Excel里面 就会多给你函数 叫E-Day E-Day 为什么叫E-Day E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E-Stand吗 还是什么呢 OK 意思是说 我帮你弄一个简单 但是 它只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Start Day 哪一天 然后几个月 Mence 有没有 意思是说 几个月之后 按确定 所以如果说我这一天 几个月 三个月之后 特别说 E-Day 只能够帮你 计算的是月 年跟日 没有办法 年跟月 日也成 可能这两个比较 不太需要 所以主要是月份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但是它回来的东西 理论上 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 Day 这个函数 它会自动 帮你把格式带过来 可是E-Day有个缺点 你按确定的话 它格式不会帮你带过来 前面你会发现 它很敏感 一下子自动帮你转 但是E-Day 奇怪 它好像可能就 少了加什么东西 自动帮你把格式带 所以这怎么办 没关系 自己帮 再把它补上去 日期 或者 复制格式也可以 我大概就加一个基本的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2010的10月23 那没问题 这个的话前三个月 那如果 这后三个月 那如果前三个月的话呢 那一样嘛 如果这个地方的公司是减3嘛 那如果是E-Day的话呢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边只要什么 负3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负3打勾 有没有 那就4月份 OK 好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来做练习 练习什么呢 如果E-Day 切到综合练习 我要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再产生每个月的其他天数 这样的话就可以 一个月的所有日期都出现了 所以哦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这1月1号嘛 那2月1号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刚刚讲的 E-Day函数 Star Day这一天 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嘛 因为每个月的第一天 一定都相差一个月 按确定 而且他自动格式带过 因为这边的格式已经都全部 里面都跟前面一样 是这个民国年的格式了 那再来的话呢 向右填满 那向右填满特别注意哦 可能要注意一下 除尘格有没有锁定的问题 那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这个空点向右的话 那前面的蓝会增加 也就是A 向右一个变B 变C 会自动增加 所以特别重要 现在是参照到前面这一个 如果我拉过来 刚好参照到前面 刚好相差一个月 所以哦 也就是这边你不能锁起来 如果你锁起来 变每个都是 是那个2月1号 所以不锁的话呢 刚刚好 就参照到他前一个 相差一个月 所以相要填满 那 紧之号的话呢 是宽度不足啦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几个月 选起来 然后呢 在任何一条线上面 快点两下 这个叫自动调整蓝宽 或者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还可以用一个方法 常用里面有个什么 格式 叫什么 自动调整蓝宽 这也OK 不过比起来当然呢 还是刚刚的方法简单 选起 特别要把蓝选起来 快点两下 这个跟这个结果是一样 OK 好 那把它缩小一点点 这个画面 可能宽度不足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接下来的话 然后产生每个月的下一天 那下一天的话很简单 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这个日期 加一天 有没有 加一嘛 那格式 他如果把格式复制过来的话 那就是下一天 有没有 所以相差一嘛 一天 那底下就向下拉 一到三十一 向右拉的话呢 放开 一整年的年龄出现 但是哦 这边有几个缺点 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呢 二月的二十八 下面多了三月份的 这个应该删掉 这边也应该删掉 有没有 五月没有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是不足三十一天的 它都会多资料 那如果说啦 我们现在不是说 我们要守 这个 这个不要删掉 这个也多的 有没有 当然如果要把它去掉的话 OK 那会不会有人直接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当然 是也可以 可是变成 你就变成不是我要自动产生的话 那就不OK 所以怎么办呢 我希望判断一下 如果我说产生的这一个储存格的下一个储存格 它们之间的月份不同的话 那就帮我把那个即将要产生的那个资料 就里面就塞一个空的字串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年历部分的话 先试试看用e-day 然后呢 切到综合练习里面 产生每个月第一天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